这棵树就是被誉为世界百树之父的皇帝手指柏 有着5000多年树林的皇帝手指柏 是皇帝陵景区最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和历史见证 这棵古柏名为挂甲柏 相传汉武帝刘彻祭拜皇帝之时 为了表示庄重将盔甲脱下悬挂于此 古柏便因此得名 你们注意到它的树干纹路与其他柏树有什么不同吗 与寻常柏树垂直的纹路不同 挂甲柏看上去纵横成行横竖交错 相传是因为厚重的铠甲上的鳞片刺破柏树树皮 而留下的斑斑甲痕 因此也产生了奇特的见效 青云前后雨水充沛之时 便会有柏油从树干当中溢出 因此挂甲柏也被称之为群柏之旗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